增加学生的国际事业 大亚区的中科时钟 从2021年开始 和捷克布拉格的高中 进行线上交流还有论坛活动 今年是疫情后首度 举办实体交流的活动 来自捷克的高中生 入班和中科时钟的学生一起学习 增加两校之间的交流互动 也让学生认识多元文化 老师在台前用英文一步骤一步骤的 拆解弹奏执法 同学们在台下认真听讲 仔细一看上课同学中有不一样的面孔 他们是来自捷克布拉格JGP学校 来到大亚的中科时钟进行交流活动 两校学生共同上音乐课程 弹奏乌克里里 第一天来到寄宿家庭非常漂亮 而且我收到了一支来自智慧之神的笔 第二天我们花了一整晚在逛夜市 那里非常精彩好玩 我在这里也遇到了许多会想继续联系的朋友 我觉得那些捷克学生都很有善 然后虽然他们就是他们英文也都蛮好的 所以跟他们沟通蛮容易的 跟他们上课会比较有趣一点 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然后教一些新朋友 促进国际交流中科时钟 逐科时钟等三所科学园区的实验高中双语班 从2021年开始与捷克布拉格三所高中 进行线上交流以及论坛 随着疫情解封今年首度举办实体参访 来自JGP学校的十位学生以及两位老师 与中科时钟的学生录班共同学习课程 手作体验等等加深两校学生的交流互动 那很开心就是今年捷克他们就先说 他们愿意来我们这边 那也给我们学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刺激 那透过实际的面对面的交流 那学生也都学到很多东西 那我们学校有三个部 高中国中或者双语部 我们都有安排让我们三部的孩子 都能够让他们有多做这个互动交流的机会 连续八天的交流活动不仅深入班级学习 也参访中科园区 希望透过课程让学生更了解彼此国家的文化 也认识不同的上课方式 这里是烂银城砖台中厂报道